天怀过去 天色茫茫凉 真的是恍如昨日啊 我心祝福你好五娘 那时候我觉得从里到外都是很单纯 难远从今好 一个第一次做导演 一个第一次做演员 两位跨界新人姜文和夏宇首次碰撞 就创作出了《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经典作品 五千万的票房刷新了当年的电影票房记录 而给男主角夏宇带去的除了人生第一个威尼斯电影节影帝 还有许多的第一次 我的很多人生观价值观其实都是在这个戏里面形成的 真的经历人生的第一次打架 那部戏我也是在经历人生的第一次谈恋爱 马小军 我喜欢你 你说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 我车就够留了 其实在那个里面的时候也很痛苦 我们三分之二是在冬天拍的 也就是说 夏天的戏三分之二在冬天拍的 意味着我们整个冬天 全部都是穿着那个 就是夏天的衣服度过的 但凡是正常人 冬季里穿着单薄的衣服 跳水游泳淋雨 想必都会十分难受 可16岁的下雨 却因为姜文的魅力甘心受苦 不过真正难为他们的 倒不是恶劣的环境 而是下面这个 我抽一样的 我拍那个莫斯科餐厅那场戏的时候 姜文就就趴 趴俩兄弟俩一站脚 哇 抡手的时候 手软了 他就先趴在夏雨那儿 耳语了几句 然后呢又趴到我那儿 耳语了几句 说到死了抽 当时姜文导演跟你说了什么下雨 姜文导演就说 说那个你小眼点 可能待会儿可能真的会 然后死了抽 虽说下水挨打都是苦戏 不过当年的下雨 正值青春萌动期 有女神宁静和小桃红的陪伴 他们也很懂得苦中作乐 因为当时其实也算是情窦出开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都是那个大巴车嘛 抢着上车啊 旁边那边空出来 就谁都不让坐 只能让他们俩坐 所以我们天天想方设法的 要取得他们的这个宠爱 对不起 对不起